你知道房产的泡沫有多大吗 很多人说中国的房地产出现了巨大的泡沫 但是这个泡沫究竟有多大 很多人不清楚 那这个泡沫是怎么产生的 很多人也不清楚 那今天呢 一个视频跟大家解释清楚 如果大家呢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都可以呢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么首先呢 很多人挂在嘴边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呢 现在我的工资收入很低 对吧 现在房价又这么高 我根本买不起房子 所以呢 我不抱任何希望 那么说到了房地产泡沫呢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词 叫做房价收入比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房价收入比 是什么意思 是怎么算的 房价的收入比呢 就是用每一户的这个住宅价格的总和 除以呢 一个家庭的年收入 那么这个比呢 就是我们的房价收入比 这个房价收入比呢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存在着 泡沫那你可以呢 通俗点理解 比如说呢 你买了一个一百平方的房子 总价呢 是一百万 那么你们的年收入呢 是十万块钱 那这个呢 房价收入比就是一比十 也就是说呢 在理论的情况下 你不吃不喝 你十年就能够买到一百万的房子 这就是房价收入比 但这里呢 国际上实际上有一个标准的 就是正常的我们的房价收入比呢 应该在一比二到六之间 也就是说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两年到六年之内 我就能够呢 买一套房子 然而你知道 中国的这个房价收入比是多少吗 其实呢 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那我们呢 就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个数据 其实呢 中国从这个一九九八年开始呢 房地产改革 当时房地产几乎是没有泡沫的 因为当时呢 大家也没有行程买房子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随着呢 人口大量的进程以后 需求被提上来以后 这个房价才慢慢开始涨的 房价的风涨呢 收入比就越来越大 那我们就来看呢 在2004年的时候 这个一到九月份 全国的商品房平均均价呢 是2700块钱 那当时的房价收入比呢 是一比八 有一些这个一二线城市呢 已经达到了一比十的概念 但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呢 这个时候房地产泡沫呢 并不大 也就是说呢 我花八年或者十年的时间 我就可以呢 完整的拥有一套房子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2013年的数据 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已经突破了一比十 北京当时呢 房价收入比位列前茅 在一比十九点一 也就是说呢 通过十年的变化 那我们呢 买房子的时间就被拉长了 房价呢 也越来越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过程呢 城市化率不断的在进行 人口呢 大量的进城 这个需求量呢 也在增加 所以说呢 这个房价就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2019年的数据 从2013年到2019年 这五六年 房地产的变化是太大太大了 尤其是在2017年到2018年 那这个房价呢 直接是翻倍 直接全国的平均房价 突破了万元的大关 那么在2019年呢 全国的平均的房价收入比 是1比28.4 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花28年的时间 才能够去买套房子 注意啊 我这里说的是平均 而不是具体到某一个市 那么其实呢 我们这个房价收入比呢 已经远远大于很多这个发达国家了 比如呢 在2019年的时候 日本呢 是1比13.3 德国呢 是1比9.4 美国呢 是1比3.7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房地产泡沫呢 就已经很大了 国际上普遍认为 只要你的房价收入比 多过了6 那基本上这个泡沫 就已经很足很足了 好 那刚才呢 我们说的是全国的 这个平均的房价收入比 那我们再具体一下 具体到几个 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大城市啊 比如说北京 上海 深圳 那这里呢 我们就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一下 深圳在2020年的时候 房价收入比达到了1比48.1年 也就是说呢 你不吃不喝 需要呢 48年才能够买一套深圳的房子 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呢 是1比30.8 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呢 是1比30.7 这样看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泡沫有多大了吧 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 这个泡沫是怎么产生的 那很多人直观的就说 这么多年房价上涨 我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有炒房客 一直在不断的炒房 不断的炒房 所以房价就涨高了 那其实呢 这是非常片面的 房价的上涨呢 有很多因素 因为每个地方的房价也不一样 也跟人口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 那具体呢 我认为 有以下几个原因 共同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 第一个呢 就是土地的垄断 那我们说呢 开发商去拿地 是从哪里拿呢 是从地方政府拿 我们自己呢 是没有任何土地的 包括我们农村的宅基地 也属于是村组织和国家 我们个人是没有土地的 土地的垄断 也就决定了土地的价格 土地的价格 又决定了房价的价格 比如你拿地 就是一万块钱一平方 那你想一想 在收入处开盘的那天 房价怎么着 也得两万一平 对吧 这就是房价高的一个原因啊 那第二点呢 就是建设房屋的垄断 这么多年 你看到我们买房子啊 都是呢 在开发商手里买 对吧 你自己呢 是没有权利建房子的 除了我们说呢 在农村的宅基地上 你拿到了合法的审批手续 你可以自己建房以外 剩下的你的自建房 都是违章建筑 都会被拆除的 我们自己呢 不可能自己建房子 自己呢 再往外销售 所以呢 这个建房子 就是被开发商垄断了 那么这个时候 开发商的利润 就是由他说了算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过度放贷 那么房地产泡沫会引起什么呢 会引起金融危机 为什么这两年 要给开发商三道红线 要给银行两道红线 不让银行过度的放贷 其实呢 你过度的放贷 钱流向了房地产市场 它实际上就充当的是一个 房价上涨的助燃剂 对吧 你放贷越宽松 那么房价只会涨得越快 所以现在呢 这个稍微被限制了一些 那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 这个赚钱的渠道很少 对吧 那只能够呢 把钱投到房地产当中 很多人觉得呢 持房成本低 所以呢 一个家庭就应该多买几套房子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人说 哎呀 那我炒股也能挣钱 我干饭店也能挣钱 对吧 我干什么都能挣钱 但是前提是呢 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且呢 很多人是不具备相关的金融知识的 他只是在默默无闻的上班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这个赚钱的渠道就比较少 那么钱呢 就是这样省吃减用攒下来的 那怎么办呢 放在银行利息又太少 那还不如呢 我买一套房子 我心里安心 对吧 我们之前呢 也跟大家讲过 一个家庭具体要几套房子 财散是刚需呢 那可能呢 会要两到三套房子 对吧 一套资助 一套给孩子准备 一套给老人准备 或者说呢 自己还有改善的这个目的等等 总之啊 大家骨子磕的就是呢 就是我有钱了 我不乱花 我就去买房子置业 这是呢 我们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农村的时候呢 很多人喜欢 我就种地 对吧 囤粮食 我地越多 我粮食收的越多 那么在城市呢 没有地种怎么办 那我就拼命的攒钱买房子 那我房子越多呢 我以后过的就越踏实 家有余粮 心里不慌 所以呢 综合以上几个原因呢 这才是泡沫产生的一个原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